中央设计者黄兆平纽约18日专店 乔委会与教育部持续推广海外华语文 知名散文作家王鼎君赠书纽约华侨学校 鼓励学子多读书 新英格兰中文学校协会举办政体汉字文化节 以竞赛鼓励海外第二代学习华语文 纽约华侨学校今年环渡108年校庆 除了王鼎君赠书外 纽约华侨文教中心专门定制一条飞龙给华侨学校 国泰银行更捐款改善华侨学校硬体设备 就纽约台北经文处长徐立文 中华公所主席肖桂园及乔交中心主任黄正杰等都出席仪式 王鼎君表示自己成长于抗战时期 对办学、新学、助学、教学相当尊敬 他的书有些专为中学生所写 让更多年轻学子透过阅读分享书中意义 是他最高兴的事 华侨学校校长王张令渝说 程序百年基业 小校要往前走 需要更多资源 除积极筹款和与社区更多合作外 也将成立校友会 让中文教育和文化传承更上层楼 另外新英格兰中文学校协会 今天在波士顿乔交中心举办政体汉字文化节学艺竞赛活动 即分影笔字抄写、朗诵比赛及同玩原游会等三部分 既有八所中文学校120多位学生参加 相当踊跃 波士顿乔交中心主任欧宏伟及新英格兰中文学校协会会长陈燕珍 期盼透过竞赛让华以此地体验正体汉字结构之美 同时提升汉字 学习兴趣1061119